欢迎来到我们的评定天下节目 首先,今天的头条新闻是关于中国国防部对荷兰的警告 称荷兰船只在东海的行为是恶劣的 中国战机接近荷兰船只导致潜在的危险局面 双方因此互相指责,局势紧张 接下来,中国总理李强即将访问澳大利亚 这是七年来首次有中国高级领导人访问澳洲 尽管投资和军事部署的紧张局势可能会给这次外交之旅猛上阴影 最后,四名来自爱荷华州康奈尔学院的美国教育工作者 在中国吉林省被刺伤 其中一名受害者是爱荷华州议员亚当·扎布纳的兄弟 事件引起了广泛关注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日本时报报道 中国国防部周二警告荷兰因约束其海军和空军行动 此前荷兰国防部表示 中国战机在东海附近不安全地接近了一艘荷兰舰船 中国国防部表示 我们强烈谴责和方言行的恶劣性质 并已向他们提出严证交涉 荷兰国防部称 中国空军战机在东海附近绕圈飞行 并以一种可能造成不安全局面的方式 接近了一架荷兰直升机 日本时报报道 中国总理李强将于周六抵达澳大利亚 成为七年来访问澳大利亚的最高级别中国领导人 这是一个重要的外交里程碑 但可能会因投资和军事部署方面的摩擦而蒙上阴影 澳大利亚政府在周二的一份声明中表示 李强将在为期四天的访问中 前往阿德莱德、堪培拉和珀斯 自李克强于2017年3月访问以来 李强将是首位访问澳大利亚的高级中国领导人 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在声明中表示 欢迎中国总理到访试 澳大利亚展示国家价值观、人民素质和经济实力的机会 日本时报报道 周一美国媒体和美国政府官员称 四名来自爱荷华州一所小型大学的美国教育工作者 在中国东北吉林省的一座公共公园内遭遇刺伤事件 爱荷华州代表亚当·扎布纳表示 他的兄弟是来自康奈尔学院的受害者之一 我的兄弟 大卫·扎布纳在访问吉林市的一座寺庙时 手臂受伤 他说 《独立报》报道 一架俄罗斯军机首次在芬兰加入北约后 侵犯了齐领空 飞行至少2.5公里 芬兰国防部表示 这架飞机在周一早晨进入芬兰领空约两分钟 芬兰官员对此严重怀疑领土侵犯 并已展开调查 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认为 克里姆林宫利用此类行动 故意破坏芬兰的领土和主权完整 与此同时 乌克兰声称 使用远程无人机击中了俄罗斯价值2800万英镑的 苏-57隐形战斗机 德国正在举办为期两天的乌克兰恢复会议 以示对基辅的团结 此外 俄罗斯在顿涅茨克州的 Kostantinivka市投下500公斤制导炸弹 造成至少5名平民重伤 瑞士总统表示 尽管俄罗斯拒绝参加近90个国家和组织确认参加本周末 在瑞士举行的乌克兰和平峰会 多伦多新报报道 台湾当局正在调查一名据称是前中国海军军官的男子 如何驾驶小船进入通往台北的战略河口 该小船在台湾海岸被发现 但直到干扰淡水河的渡轮交通时才被拦截 船长被确认为60岁的前解放军海军军官Ruan 这引发了关于此次航行是否是测试台湾检测和防御能力的疑问 淡水河从台湾内陆山脉流入台湾海峡 海峡不仅是全球商业的重要通道 也是风浪多发区 台海两岸虽在过去20年恢复了交通联系 但中国对现役和退休官员的旅行地点仍有严格限制 《卫报》报道 英国法官乔纳森·桑普森在解释 他从香港最高法院辞职的决定时描述了香港的骗执气氛 桑普森与另一位英国法官劳伦斯·科林斯上周辞职 正值14名民主活动人士因密谋颠覆罪被判有罪 桑普森在《金融时报》上撰文称 香港正慢慢变成一个极权国家 香港特首李家超对此回应称 桑普森的行为具有政治动机 桑普森认为 2020年通过的国家安全法议在压制和平政治意义 而不仅仅是骚乱 中国越来越多地干预香港的法律决定 特别是通过解释来推翻法院的判决 最近的判决显示 北京正在确保反对者失败 李家超则表示 桑普森不应将政治情况与法治混淆 自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以来 海外法官一直是香港法律体系的一部分 他们以私人身份受聘 每次访问香港的报酬约为4万英镑 悉尼陈风报报道 前西虎队高层里哈吉潘特利斯和贾斯汀帕斯科 购入了澳超纽卡斯尔喷气机队25%的股份 新成立的马弗里克体育伙伴财团 由墨尔本和悉尼的商人组成 成为喷气机队的新主人 纽卡斯尔CEO谢恩马蒂斯克 称赞这是俱乐部和社区的重要时刻 期待新老板带来新的机遇 马弗里克体育伙伴的发言人莫里斯·比塞托表示 他们相信俱乐部和澳超的潜力 致力于为喷气机队和地区带来成功 并希望通过社区的支持 建立一个强大而可持续的俱乐部 喷气机队自2021年1月以来一直在寻找新主人 此前中国商人马丁里撤回了对俱乐部的支持 美日电讯报指出英国无法修建西斯罗机场第三跑道的失败 象征着其在吸引外国资本方面的地位不断下降 尽管英国在维多利亚时代完成了许多宏伟的基础设施项目 但如今却在重要的国家建设项目上陷入瘫痪状态 航空公司如维珍大西洋对延误感到厌倦 开始寻找替代计划 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效率让英国相行见处 例如他们仅用三年时间就完成了北京到上海的819英里高铁 尽管英国议会在2020年批准了第三跑道 但由于各种阻碍 西斯罗机场的扩建计划仍未见实质性进展 航空公司和客户对机场的服务和高收费感到不满 导致西斯罗机场在全球排名中不断下滑 日经亚洲报道 泰国正连接其国家铁路与老挝 中国铁路网络已促进三国之间的贸易 并期望泰国成为该地区的物流枢纽 泰国国家铁路公司副总裁阿维鲁特通纳特表示 泰国铁路系统将从曼谷的中心站开始 通过乌龙他尼和边境小镇廊开 连接到老挝的万象站 泰国和老挝铁路当局正在制定行动计划 以增强旅客的连接性 促进旅游业和货物运输并加快海关程序 自2021年12月起运营的中老高铁 已将泰国货物运输时间大大缩短 泰国的食品 季节性产品和其他异服货物将从中受益 尤其是榴莲 预计今年通过泰劳铁路连接的泰国对华出口 将增长17% 达到约2500亿泰铢 The Independent报道 来自美国康奈尔学院的四名教师 在访问中国东北的合作大学期间 在吉林市的一座公园内遭遇不明袭击者的袭击 导致受伤 康奈尔学院位于爱荷华州芒特福农 受伤的教师们当时正与合作院校北华大学的一名教职员工一起散步 学校校长乔纳森·布兰德在向学院社区发布的声明中表示 这起严重事件发生后 他们已经与所有四名教师取得联系 并正在协助他们 美国国务院已知晓此事 并正在监控情况 学校表示 此次交流项目中没有美国学生参与 中国当局尚未对此事件作出回应 社交媒体上分享的受伤者图片和视频 据称已在中国平台上被审查 爱荷华州代表阿什利·辛森在社交媒体X上表示 他的团队已经与康奈尔学院取得联系 将尽一切努力确保这些爱荷华人安全回家 爱荷华州州长经雷诺兹也表示 他正在与爱荷华州的联邦代表团和国务院保持联系 呼吁大家为受伤者的康复和安全祈祷 爱荷华州参议员乔尼恩斯特同样表示 他的团队正在密切关注此事 并准备进一步协助这些爱荷华人 根据CBS新闻 爱荷华州代表亚当 扎布纳的兄弟大卫是受伤者之一 他在北山公园被刺伤手臂 目前正在医院恢复 此次袭击是否是针对这些教师的特定行动 尚不明确 康奈尔学院与北华大学的合作始于2018年 当年的新闻稿指出 北华大学资助康奈尔教授 前往中国讲授计算机科学 数学和物理学课程为期两周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